李庭佑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这个 这个印度人还是有比较好大的毛病在于 因为他马林王浩也许多圣剂 李庭佑是韩国最近实力 因为李庭佑的小孩脑子也比较聪明 去年也在中国拆机联赛得到了一定锻炼 马林跟陈启啊 包括王立行跟 一个运动员打两场单打 另外一个能力 但是他是一个消臭打法 工臭单打有两个单打有六成米 所以韩国军写的李庭佑也非常看到 他进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荷兰的4比3胜的荷兰的凯恩 凯恩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四场的比赛是由 荷兰的凯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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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混合 荷兰得凯恩 荷兰的凯恩 illegal 荷兰 荷兰的凯恩 高鱼同盔出色的防备发球的旋转比较强 两个人都在摆短 这球还是不太好 这球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 单面上手来说 被李先生控制住 这句交给 弩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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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位 上方打成二边 前四局 前四局 球前在握 角度也比较刁 很大技巧 基本上还是出出正手 小小的韩国运动员 步法正好真的不错 跌发球 一方面把旋转发小 一方面把球发低发短 一把下枪拉的时候 还是不错的 球手心切 比较棒 今天在落后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冷静 心理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 下枪 下枪 五分领先的情况下 十比四 下枪 中霸赛 中霸赛 半角赛 中霸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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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赛也就是决胜与比赛开始 前 拼命在前三板里能够解决战斗 感觉要比心理比意志力 集中精力比赛要打好的了 比赛局 比赛又8比4领先 自己终身还蛮难受的 比赛又比赛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